每个净土都有一个噶马巴 所以它可以去各个净土 所以我想今天各位听到很重要的一句话 每个净土都有噶马巴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在台湾有很多很大很大的佛教的团体 例如慈激共和会 他们都是 我们一定要趁一面再来继续完成这个工作 但是是不是他们一再来搞不好就忘了 对 这倒是有一个就是紧张 我们需要紧张的一个方面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发心 要这样的发心 跟然后就是用心是很重要 我们有了这样的用心跟发心 不断地去那种体炼的话 可能会在头上就是下辈子 可能会记得一些就是上辈子的一些善业跟一些行为 所以让我们自己继续地去做一些上一辈子的那些功德事业 因为我有个个人的想法 因为像我们台湾慈激非常重要在世界 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问我有一个担心 就是说万一我们正言法师舍抱了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组织没那么健全 所以对正言法师而言 他就应该要趁愿再来继续维持这么庞大的事业 不然他马上就就分解了 但是我觉得在汉地啊 尤其是这个宪教的那个 就是可以说社会嘛 社会当中就是没有那种没有太大的就在那种成员在来 然后就是那种怎么说转世制度的那种 没有太大的那种怎么说性 可以说没有太大的习惯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难度啊 但是但是就是他就是正言法师 正言法师 他自己能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 他需要一个计划吧 可能说是一个计划跟一个修行 需要一种为这样的一个修行跟一个计划 然后呢在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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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也需要一个 像对这些方面的一个信心跟一个习惯 有这样的话可能会两边多这样的这么说 有剧组这么样的因缘的话可能会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成员再来然后就转世制度 可能可能会有 因为我有时候有一些我们慈禧的委员来找过我 他们看到我都干嘛把钱都念法王的名字 然后他们私底下也跟我讲了说 哎呀万一哪一天他们上人审报了 是不是能够请法王帮他们把上人赶快找出来 让这个实际的继续运转下去 对啊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来到这个印度啊 然后呢就是印度有很多就疯疯于于于 虽然我也自己都就是搞不清楚啊 有时候搞不清楚 所以呢就不再管那些转世制度的那些方式 但是有众生为了众生为就是为了佛讲有很大意义的 有很多意义的话 有可能会帮 帮一忙 再来因为做个菩萨就像刚刚法王讲会有很多逆缘 那这些逆缘有些事情会让我们很困苦 是不是如果做菩萨试验就应该要请护法 或是要修什么法 对他的事业才能够 嗯 对 因为这宣教当中也有护法 然后呢就在 在藏地啊 藏中佛教里面有很多啊 几千几万个护法 所以呢有时候那些也很需要更很有用 嗯 但是就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需要一个那种慈悲心 然后呢自己需要一个大的智慧 才能够管得了他们 不然的话就是管不好 然后就交不好的话就是 就是自己也会就是 嗯 就做一些孽孽 然后呢就 嗯 早孽 也就是说 如果他自己慈悲心不够 嗯 这样随便请护法 对他是有危险的 危险 然后呢就是 嗯 就 很不可思议 那如果说 汉地人能不能照法王说 他们就怎么样的去把 成为 秦兰菩萨成为他的护法 嗯 他要怎么样的去供养 观神提琴 秦兰菩萨成为他的护法 嗯 我觉得在藏地的那种 祭祀护法 嗯 跟祭祀护法 就然后呢就是 汉船的祭祀护法 有点不一样 因为就是 就是 葬神的时候 话要 比较有那种 呃 管制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温旧墙 有统领 统领的一个 呃 就是 power 嗯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 权力 然后呢 所以呢 有了这样 统领的一个权力呢 然后呢 就射受 那些 就是护法 然后呢 就是 听命于我 听命于自己 听命于 呃 就是 修行人 然后呢就是 修行人 需要就是在 佛法上 需要什么 就是 呃 善语 就是命他要做 就是 在藏 藏里面有很多 有这样的一个 习俗跟习惯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也觉得就是 就是 神教里面 也有 有这样的话 就是 就是 一些汉地的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 修行跟这个 呃 一个方式的话 可能会 很好 就是 因为呢 就是 因为我们 现在 华人 特别在中国 经济各种 都发达了 也很喜欢佛法 但是 法王认为 嗯 应该要 看法 怎么样 他们修行 对他们有更大的 帮助 特别 法王在记者会说 法王慈悲 会用佛法 来帮助 华人 嗯 他们应该要 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就去的 他呢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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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对 不知每天都難以後 都會選擇 每一次讨论35,囪海后顺毙,每一对及产体同学, 每次讨论endre等好看物 велик砥能 Cooking안enders 我们可以做的看物这么做 如果所以她们感变酷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做这个这种仪式Ichang 他在学校里的学校有一个人和自己的学校 我就知道他会发生了一个流行的教育 他在学校里工作、学校里工作、在学校里工作 可是也是中途突压纪 中途导致 还有一个是有人说 因为汉传佛教重经教修福报 那藏传佛教重石修 但是是不是现在学佛的都应该融合 那对于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 应该怎么样的融合 对世界才有帮助法王的看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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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叫自己的天下 有一次 PRC是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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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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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Гурав 就是法杖里面 可能是 当然是这样过程的 那么 因为 现在汉藏可能唯一的冲突 比较强烈的就是吃树这方面 那特别我们吃飞的法王 推广吃树 那台湾有很多老和尚 他并不是不喜欢蜜蜜的 他说哎呀那个吃肉 甚至有些人结婚搞不清楚 所以他们就有很大的理由排斥 所以那是不是法王会讲说 修蜜的发布的一切 应该 应该要吃树 这样更好 而且对汉藏国教有很大的好处 好 嗯 嗯 嗯 今天印度上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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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兽斜的地址時,一般人яни在打熱心中, 在圓谷的人做得很像了酸谷的人。 如果未养其他地方, 以后人会有些故事。 当时,在做练习的地址时, 可以在肥膀有何治愈。 但是我不喜欢的生乀殖著, 为什么会在肥膀中有钱 嗯,因为渴充长的肥膀。 因为渴充长的肌肉, 但是我还是在与的肥膀的倒下, 我和我以为伍生有钱。 但是哪个人在外面涉及, 我上了一个等级 这栋炮啊 你还要吃不下